聚焦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小小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6月25日路透社报道称 特朗普的两位重要顾问 已经就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 向他提交了一份计划 如果特朗普赢得今年的总统选举 他将要求乌克兰参加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 以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之一 退役中将凯洛洛接受采访时 透露美国将同时警告莫斯科 任何拒绝谈判的行为都将导致美国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路透社的报道称 根据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 护导长的凯洛洛和弗莱茨制定的计划 俄乌和平谈判期间 双方将以现有的战线为基础停火 弗莱茨披露 他们向特朗普提出了自己的战略 而特朗普做出了积极回应 他说他并不是说他同意这份报告 也不是说他对报告每一个字都同意 但我们很高兴得到了反馈 特朗普的发言人斯蒂芬章称 只有特朗普或他授权的竞选团队成员 发表的声明 还能被视为正式声明 到目前为止 凯洛洛和弗莱茨概述的战略 是特朗普的助手提出的 解决俄乌冲突最详细的计划 特朗普多次宣称 如果他在11月5日的选举中 击败老对手拜登 他将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 不过他从未披露具体细节 如果特朗普接受 凯洛洛和弗莱茨的提议 那将标志着 美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 势必遭到欧洲盟友和一些共和党强硬派的反对 针对特朗普的指战表态 克里姆林公曾回应说 未来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任何和平计划 都必须反映当地的现实 但总统普京对和平谈判 持开放态度 凯洛洛和弗莱茨计划的核心内容概述 在一份公开的研究报告中 该报告由支持特朗普的智库 美国第一政府研究所发布 卢乌战争爆发已经有两年四个多月 弗莱茨称 根据他们的计划 乌克兰不需要正式把领土割让给俄罗斯 但是乌克兰不大可能在短期内 重新获得对所有领土的有效控制 特朗普总统一代表 他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务将是迅速通过谈判 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 乌乌战争就不会发生 非常可悲 拜登的竞选团队强调 特朗普对于和普京搞对抗不感兴趣 特朗普的发言人金格说 唐纳德·特朗普一有机会 就对普京大家赞扬 他明确表示 不会反对普京 也不会支持民主 6月27日晚上 拜登和特朗普将参加 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的 首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特朗普日前呼吁拜登 在辩论之前接受药物检测 并称他自己也会接受药检 6月24日 特朗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初次搜索上写道 乔拜登的药检 我也会立即同意做一个 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多次暗示 拜登在参加这次辩论前 会服用一种提高表现力的药物 受到他们的蛊惑 一些人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 拜登届时有任何良好表现 都是障眼法 特朗普在初次搜索上 还发了另外两篇帖子 称赞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 杰克逊 因为此人当天致信拜登及其医生 要求他在6月27日的辩论前 和辩论后立即接受药物检测 特朗普在其中一篇帖子中写道 杰克逊曾是一位杰出的医生 海军上将 现在是一个伟大的国会议员 他对这篇必读文章的看法 恰好是完全正确的 但不幸的是 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特朗普和他的盟友 一直试图把拜登描绘成一个老年虚弱 不适合连任的总统 今年早些时候 他们指控拜登在国会发表 国情咨问演讲前 使用了提高表现力的药物 试图贬低拜登当天的表现 尽管拜登的国情咨问演讲 赢得了普遍好评 拜登和特朗普6月27日晚上的对决 将是2020年大选结束以来 他俩的首次辩论 届时将只有两位候选人上台 因为包括独立候选人 小罗伯特肯尼迪在内的其他候选人 都没有达到参加辩论的要求 人们普遍认为 这场辩论对拜登和特朗普来说 都是关键时刻 因为他们都在试图竞选最后阶段 获得更多的支持 现年81岁的拜登和78岁的特朗普 都不得不面对 人们对他们是否适合 继续担任总统的担忧 而这些担忧与他们的年龄和性格有关 6月25日 纽约州一位法官解除了 对特朗普在封口飞行事案件 审理期间实施的禁令 但在特朗普被量刑之前 仍然保留了一些限制 负责审理封口飞案的法官末期 是在特朗普与拜登进行 今年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的 两天前做出的这个决定 目前取消了禁止特朗普公开议论 本案证人或陪审员的规定 封口飞案的庭审已于5月30日结束 当天特朗普被该案陪审团裁定 他被指控的34项刑事罪名全部成立 因此特朗普成了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个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 穆金同时宣布 特朗普仍然受禁言令的部分限制 不得谈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和纽约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和工作人员 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 除非他的言论不干扰案件审理 不过特朗普被允许议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 3月26日也就是离开庭还有三周左右时候 特朗普首次对禁言令发飙 随后多次抨击墨钦的女儿 为一家民主党政治公司工作 导致墨钦扩大了禁言令 庭审开始后 特朗普连续10次违反禁言令 被法官指控 秒释法庭 总计罚款1万美元 还差点被送进监狱 如果特朗普今年胜选 零年再度入主白宫 他老婆梅拉尼亚 恐怕不会经常陪在他身边 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 据报道 特朗普夫妇与奥巴马夫妇和拜登夫妇不同 他俩离开白宫后 基本上避开了华盛顿特区 梅拉尼亚做第一夫人期间就非常低调 以至于长时间一直有人质疑 她并不住在白宫 而是和父母住在郊区 接受采访的几个熟悉 梅拉尼亚的人士称 如果特朗普有第二个总统任期 梅拉尼亚不大可能全职留在白宫 更有可能的是 她将往返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和纽约之间 只在举行国宴或特殊的仪式活动时 才会去白宫 网间正传 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的儿子巴伦 可能选择在纽约大学就读 《华盛顿邮报》副主编乔丹出版过一部 有关梅拉尼亚的书 他简单的说 梅拉尼亚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乔丹称 这使她在历史上 一众第一夫人中脱颜而出 她的观点与选举无关 也没有被支付任何报酬 自从2021年1月 黯然逃离白宫冬夜以来 梅拉尼亚很少在公众视野露面 前一段时间 特朗普因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 秘密给燕心丹尼尔斯付13万美元分口费 而在纽约刑事法庭受审时 梅拉尼亚从未出现在法庭上 即使在特朗普今年竞选期间 她也几乎不见踪影 曾围绕白宫和历节第一夫人出版多部著作的 布罗尔指出 她越来越远离丈夫 也越来越远离华盛顿的社会政治舞台 我的意思是 她显然讨厌待在华盛顿 不过无论她如何选择 人们都认为 她如果再次成为第一夫人 很可能重启她的B-backs运动 今年2月 当特朗普被问及 为何她老婆会能更多参与她的竞选活动时 特朗普承认梅拉尼亚不喜欢抛头露面 但又说她很投入 声称她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真正成功 她热爱这个国家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当被问到是否会多参加公众活动时 梅拉尼亚回答说 请继续关注 然而此后一个月中 她就继续保持低调 公开露面的活动屈指可数 明尼苏达州警方日前披露 该州上星期发生一起车祸后 警方在涉事汽车的后座上 发现了一具女尸 而且确认该女子并非死于这场车祸 6月25日 警方披露的最新消息称 那个女性以为华裔 据明尼苏达州奥姆斯特德县警察局介绍 6月22日早上7点左右 该县境内90号洲际公路东行车道 靠近42号出口处发生了一起车祸 明周巡警发现一辆汽车撞上了护栏 警方称 该车驾驶人名叫刘易思 是一个32岁的女性 来自爱荷华州中东部 警察赶到时 她正在车外接受路人的帮助 警察检查车内是否还有其他人时 在后座上发现了一具女尸 死者的情况可疑 很明显死因不是这起车祸 警方透露死者名叫丽拉蔡 35岁 是一个变性女子 来自明尼苏达 据明尼苏达当地媒体报道 蔡的一个朋友称 死者生前在各种活动中 担任电子音乐唱片师 并积极代表跨性别群体参加活动 现在隶属于明尼苏达州 公共安全厅的刑事逮捕局 正在调查这起可疑的死亡事件 警方在6月22日晚上提交的报告中 把蔡的死因定性为谋杀 并指出凶器是一把刀 或者其他切割器械 6月24日晚上 明尼阿波利斯警方 对蔡的住所执行了搜查令 屋内种种迹象表明 那里有过暴力行为 刘易斯被送进了医院 在那里被诊断出受了伤 随后 他被送往成人拘留中心 因藏力尸体罪被捕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日前告诉媒体 他与他的脑机接口公司 神经链接的一位高管的 第三个孩子已经出生 马斯克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证实 今年早些时候 他与神经链接特别项目总监 奇利斯有了第三个孩子 不过他没有透露孩子的名字和性别 马斯克告诉纽约邮报 这个孩子出生并不是秘密 至于秘密当父亲也是假的 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知道 如果没有发布新闻稿很奇怪 但这并不意味着秘密 2021年 奇利斯为马斯克生过一对双胞胎 到目前为止 马斯克已经和三个女人生了12个孩子 此前 马斯克与加拿大作家威尔逊 育有6个孩子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0周大的时候 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 2000年 威尔逊与马斯克结婚 他们的婚姻维持了8年 马斯克与歌手格莱姆斯育有3个孩子 分别出生于2020年 2021年和2023年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电脑用户给浏览器添加插件时 需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使用谷歌浏览器时 根据数据 Chrome在全球拥有65%的市场份额 是迄今最受欢迎的浏览器 这使它成了黑客和其他网络犯罪的完美目标 就像智能手机上的恶意应用程序一样 Chrome网络商店也存在许多恶意插件 其中可能包含恶意软件和其他旨在 窃取用户数据和财产的威胁 谷歌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称 在Chrome网络商店的25万个扩展程序中 被发现包含恶意软件的还不到1% 然而斯坦福大学信息安全中心研究人员发表的一篇 新研究论文提出 2020年7月至2023年2月 有2.8亿人安装了受恶意软件感染的Chrome插件 据报道研究人员发现 在这三年里有3.46亿用户安装了存在隐患的插件 这些插件中有6300万个违反政策 300万个易受攻击 其中2.8亿个实际上包含恶意软件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